这个是国民党经营南台湾的第一次 如果这一次不能成功的话 未来南部四千四 依然是民进党的天象 国民党会越来越衰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有韩国瑜 克志恩 谢龙介 王金平在 国民党不会在南部说 衰败犹龙 各位想想看 克志恩选高雄市长跟陈其迈 他讲了一句名言 叫做衰败犹龙 就是民调差距30%以上 结果到了最后 只差到两位数的边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衰败犹龙的意思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韩国瑜 克志恩 韩国瑜 他就是在各地游走 然后辅选国民党重要的区域立委 然后克志恩是负责高雄的选局 还有一个谢龙介负责台南的选局 那最重要的是说 王金平他负责中南部派系的整合 这一些各位都可以看得出来 三件事情 衰败犹龙 还是书满 所以你说 克志恩就讲 他们不会再讲衰败犹龙 至少要在沙漠中开出花朵 希望高雄两席台南一席屏冰冬一席 就是这几席 这个是克志恩讲的 国民党以后不讲衰败犹龙 他们愿意在沙漠地区深耕发展 那过去他们在南部 只是派人空降 空降完回去 然后就不再经营 中部也是一样 他们在中部那也是一样 就是说派人空降下来 就不再什么 他们就不再经营 选完回台北 所以克志恩说 这次选完了以后 他愿意在高雄蹲点 那第二个谢龙介他也说 只要台南开出一席 国民党他也愿意深耕台南 然后进而竞选市长 虽然谢龙介克志恩都选过 那第三个韩国瑜讲 无论是屏东 台南高雄嘉义 还有包含云林 这一些区块 如果国民党能够插旗成功 他也会经常的来这些地方走走 那王金平这一次 跟2016跟2020不一样 你王金平曾经成功塑造过 韩国瑜的韩流 那现在王金平 他主要的做法 就是串联台湾的本土派系 就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势力 看看能不能守住云林 能够在嘉义拿到一席 嘉义四 嘉义四拿到一席 跟黄敏慧未来可以搭配 然后在台南拿到一到两席 在高雄拿两席 在屏东拿一席 就是这些地方派系的串联 如果都能成功的话 那国民党就打破了 现在北南南绿的格局 所以这四个人在 克志恩 韩国瑜 谢龙建 王金平在的话 就不应该再讲虽败牛龙 因为每一次选举 无论是立委 无论是大选 无论是市长 国民党都败得非常的惨 但是从2022年以后 这个局势慢慢的流转 各位要知道 台南高雄屏东加一 这四个地方 民进党几乎长达30年的执政 那当然高雄只有20多年 那屏东也将近30年 然后再加上嘉义 嘉义台南 高雄屏东 这四个地方 是民进党的铁板区 谁都撼动不了 那这一次选举是国民党的一个契机 如果能够撼动的话 如果能够撼动的话 在沙漠中 你开出花朵的话 那国民党就有蹲点的本钱 否则的话 就是来来去去跟后鸟一样的 他跟这个土地没有办法进行连接 在 可是人说 不再衰败游龙 不会再说衰败游龙 这个就是说 要看国民党在这些地区 能不能有闯跟蹲点的决心 我过去一再讲 国民党要在这些区域里面获胜 一定要长期耕耘 否则30年以后 你所有的地方势力 都要看民进党的脸色 就是过去 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南部地区的 本来都是蓝的 到了最后 他变成潜绿的 我就问他们原因 他们说必须配合啊 不然的话 他们在地方没有办法生存发展啊 否则的话 民进党第一个修理的就是他 所以他也不得都逼的配合 那其次 如果国民党不在这个地方生根的话 那当然老百姓就完全看穿 因为南部人逼 北部人热情啊 我在南部成长 那我知道 我在高雄市 我好多的朋友 他们通通跟我说 他说国民党 为什么不派人 就在这个地方 好好的根据 他说最显著的例子 就是韩国瑜 他们认为 韩国瑜当年 高雄市长选上 你马上选那个大位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们直接了当跟我讲 否则韩国瑜生根的话 今天国民党不会变成这样 至少国民党可以接连两任 都是高雄市长 他就直接了当跟我讲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支持韩国瑜 结果到了大选的时候 我那些朋友几乎都投给蔡英文 这个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就是说他们希望国民党 你派一个人 就是慢慢去除所谓 绿营的影响力 让地方能够 好轮流执政的概念 而不是靠一系独大 迎者通吃 这个是我上次去了高雄 出外场 我的朋友来 他就直接了断跟我讲 他就讲国民党是可信 在这个地方 他说在这个地方 明明可以开出花朵的 你把花朵给拔掉 他说屏东那也是一样 他说事实上这些区域 不是民进党铁板一块 而是说国民党的来来去去 让选民没有感受到他的诚意 这个是他们跟我讲的 所以现在既然柯智恩 韩国瑜 谢龙介跟王金平能够联合起来 就是大家不再说 虽败犹龙 这个是国民党经营 南台湾的第一次 如果这一次不能成功的话 未来南部四线市 依然是民进党的天下 国民党会越来越衰落